大家好,现在正是处于8月底 等到9月10月君子兰的换盆高发期的时候 我们想要让君子兰换盆之后更容易浮盆 浮盆快而且后期长失望更容易开花 那么今天就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这个技巧是什么呢 如果君子兰在脱盆之后根系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我们在给它重新栽种的时候 可以在新土里面加上10%的旧土 加上这个旧土的话 有利于这个植株后期 更快的浮盆 但是一定要保证这个君子兰根系没有任何的问题 要不然盆土里面有病菌的话 不利于君子兰后期的生长 如果君子兰在脱盆之后 根系有问题有腐烂的情况 那么我们在给它修根杀菌消毒 在栽种的时候就不能够再加旧土 因为旧土里面可能会含有非常多的病菌 那么我们不加旧土 但是可以加一物 这一物就是微生物菌肥 为什么要加上微生物菌肥呢 因为这个微生物菌肥 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有益活菌 它不仅可以抑制病菌的支撑 而且还可以为君子兰根系的生长 提供一个良好的微生物环境 有利于它更快的浮盆 恢复生长 里面呢 它含有非常丰富的有机制中微量元素 但里面含非常丰富 不仅肥效温和 而且完全不会伤根 使用的时候我们直接在栽种的时候 连着盆边给它撒上一圈 作为这个边肥 然后给它埋进去就可以了 或者是直接在盆底垫上一层作为底肥也可以 学会这样一个小技巧 君子兰在换盆之后了才更容易浮盆 植株后期在一个微生物 而比较适合它生长的环境下 它才能够长得更旺 更容易开花 但是大家也注意 在现在8月还高温的时候了 我们还是不要换盆 最好等到气温下降到25度左右的时候 再换盆 它浮盆会更快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